《理工大學》 各位朋友 大家知不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 這裏就是理工大學 今天大家猜不到我訪問誰 張超雄博士 大家好 張超雄 恭喜你重返立法會 是 多謝多謝多謝 我想說其實我認識你很久 我們多少年認識呢 過了十年 過了十年 其實我記得張超雄初初 我回到保險工作 其實那時候我對政策自身的問題 權益都是莫不關心 我記得有一次 剛巧理工搞了一個殘製人士的就業講座 我傻傻傻地走進來 剛巧是張超雄幫忙講的 其中一個嘉賓 他說了很多關於殘製人士的問題 權益 我在想 為什麽我們原來的社會有這麽多問題 對殘製人士 開始想認識一下張超雄講這些東西 有沒有道理呢 那原來這個社會原來 很大歧視的 對雙製人士 還有呢 歧視得來呢 是很多問題都不幫手 就是政府又不幫手解決 對政策這件事又不改善 在這十年裏面呢 我和張超雄一起呢 其實都幫了很多 講了很多爭議性的政策 例如就業配額制 還有一些津貼 幫我們請工人 這些問題其實我們都講了很多年 也都有一些成果的 不過是就業配額制方面呢 還是沒有成果的 那很想問一下你了 其實新界西你落選 為什麽呢 為什麽落選 當時我想我們那個運動 整個競選的工程做得不是那麽好 我們很遲起步 還有也都可能 就是要選立法會 其實就是要累積一些 一些人氣 要累積一些的知名度 還有市民真的要看到你 是有一個對你的工作有的承擔 相對來說 當年我想我可能第一次 是做了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我一看工作又比較低調一些 我關注的議題也都是 可能未必是很多人關注的 我們講得比較少眾 例如殘疾人士 變成我們推動運動的時候 大家可能未必接收得很好 到最後我想差一點 也不是差很遠的 都有很多人支持的 不過可惜就是差了少少 這次新界東 張超雄其實都屬於高票當選 是 你覺得這次贏在哪裏呢 這次贏在很多地方 最重要我們有一班很好的移工 整個競選運動的移工非常投入 我們主要都下街 因為我們沒有裝腳 又沒有很多網絡地區網絡 我們唯有下街 下街我們擺街站 派單張 就靠叫咪講一些訊息出來 這些訊息 我想市民認同 我們都是關注弱勢社群 都是講一些基本民生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我們的移工那種投入 大家都叫得很清楚 你也叫一陣子 所以不只是我去叫 所有義工都叫回一個同樣的訊息 我想整個運動是感動到市民 例如你這樣都很熱 大熱天時 都很辛苦的 很辛苦 三十幾度 最慘的是偽 很偽的那些天氣 我們今年是特別熱的 這樣都出來 還有我們去不同的一點 是啊 不只是地鐵站那些 我們還去醫院 你也去過 幫忙叫的 是啊 去醫院那裏 威爾斯醫院 將軍澳醫院 那裏很多病友 和醫護人員 他們很認同我們的秘念 所以我想今年的運動 做得比較成功 還有想補充一樣的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們去新城市廣場 是 睡了地 厲害 我們這招厲害 有很多地方 尤其是像將軍澳 沙田這些 其實很多在街上 沒見到這麼多市民 每個人都入了商場 商場不准喊咪 不准派單張 什麼都不准 那你們不能撐 做些快閃隊 輪椅快閃隊 貼了東西 是啊 是吧 我們有個行動 你說得對 走進去 幾十人進去的商場 躺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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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控動 根本所有行商場的人 一定看到 那個宣傳效果很好 但我們又不會影響市民 又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這樣做 基本上商場都算是很合作 沒有什麼人來 會特別干擾我們 今次這些行動是很成功的 是啊 飯 飯 魚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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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